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真实的 他懂得跟一棵树讲话 你信不信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些心事秘密要跟一棵树讲呢? 有啊 梁朝偉物塞过塞过去那棵树里的这个花园联网那里 你不记得吗? 是啊是啊 那就是我刚才我说的 我不是 真的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是懂得跟一棵树讲话的 不是 就是那棵树立刻跟他讲话的 甚至乎有些研究就是说 在那些种植的过程里面 那些植物甚至乎懂得去感受人的情绪 那怎样体现呢? 他就说 你有棵树你一天骂它骂到黑 还有有一棵树你又不骂它 结果他就发觉你没有被人骂那棵树就生得好些了 那我觉得这些实验很多时候就比较是无厉害的 但是很有趣啊 这个星期其实很多中文媒体都有说的 就是说我们去量到植物会哭 植物不够水喝的时候会哭 听到很可怜 不知道你砍的时候也会哭的? 是 这个是真的 如果不是讲这个星期的这个新闻 其实我们是已经量到植物受伤的时候 那种新层代謝的讯号 它未必是在那里哭出声那种讯号 而是它整个植物身体的系统是有反应的 它知道那里受伤了 然后懂得去尝试去做些东西来修补 那有一样东西我们其实不是很难明白的 就是当你有时在家里的人种植物的时候 一些植物 比如它应该以为开花是结果的那些 你为它太好它肯定是不开花结果给你 但是你手多多你去帮它剪一下剪伤 让它有些伤口 它就给你开花了 就是那些人说原来种苹果也是的 就是你要刮它几下刮到它伤了 跟着它就哭着几个苹果给你吃了 这个其实就有它的生命的根据在那里 但是这一个星期的发现最有趣的就是说 是由那个实证的层面去看到那种植物 在一些不理想的生存条件之下 它会有声音出来去量度 于是在《自然期刊》下了个标题也很有趣的就是说 那些受压力的植物是会哭的 而且哭得来是有些动物是懂得听到 这个植物在哭着然后是有反应的 那这个标题是Ultra Sonic Screen 就是说我们听到的频率是听不到这些声音的 是的 它是太高频了 这种声音 那问题就来了 它没有嘴巴的嘛 它怎么发声呢 是的 大家就会问了 如果我真的放一些东西去听 我真的能量到一些声音的 那其实如果去回《自然离刊》的版面 就是说这宗新闻的版面 它直接有一段soundtrack 三十多秒让你听到的 那你听到那种声音呢 我打个比喻了 就是台长你找不到很重要 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大家有没有试过去茶餐厅 叫冬领茶加2元冬饮 现在可能不止加6元了 那一堆冰 你喝了你的领茶之后 最后有几口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喝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气泡吸进去 你就会一路喝一喝 跟着就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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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但是中间那个过渡阶段的水 那些气泡一路上来的时候 那种气泡声 那你可以想象 其实植物发出来的声音就类似这种声音 但是频率高很多 那其实这一个是很好的比喻 因为植物本身那些木质 那些沙腩 植物它怎样喝水呢 它就当然不是上面有把口来撮水上来 就是因为植物的根径这些位置 其实里面是很多这些毛细碗 那些木质部分其实就是很多微细的饮碗 这些微细的饮碗 它就有它的叫做capillary 那些毛细碗作用 越有那条碗就越能够有能力 是透过利用到那些液体的张力 就将那些液体扯到很高 那于是就是为什么那些参天大木 都可以是有拿到地面的水分呢 其实完全就是由它的木质热扣 加上这些毛细碗作用 将地面的水 地底的水可以反地心吸力 应该不是反地心吸力 它赢了地心吸力 来将那些水分扯上去 而原理就是基本上 靠个表面张力 来做一个好像上面有人 拙一些水上来的作用 所以基本上我会说 植物就好像我们用饮管饮水那样 接着你发觉不够水的时候 一样里面就有很多气泡咕噜咕噜声 如果够水的时候 那些水源源不绝 就没有什么气泡在里面 那就是大家尝试验证 那这种声音也是来自 他拙那个饮管的时候 那种的过程 又再多一个比喻 现在我们的饮管是硬一些的 台长你还记得以前 有些叫做奶白色半透明那种 很软的那种饮管 都会用来喝可乐的 但是有时候拙一些东西 刚好那个饮管 你拙了一粒冰 那粒冰就阻着你拙汽水的时候 你拙到那种饮管扁了 然后里面你继续有些气泡 但是喝到你咳咳声出来 其实就是一些很高频的 去喝东西很难喝 喝得很辛苦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样去来 那现在我们只不过就是说 在那个植物生长的层面 都验证到这样的声音 而且真是量了 我为什么会说他有些标题党呢 其实你问我呢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物理作用 就能够解释到他的声音的来源 就不是说植物好像真的有个灵魂在里面 去跟你去说话是叫救命的一样 而是只不过他自己拙水的时候拙了出声 那些水不是很足够的时候 他就会拙了出声音 这样给你听到的意思 因为如果你说他叫救命 你就是赋予了一个意识的状态给他 但是如果你有意识 那你就很大件事了 因为不懂得去苹果 苹果树 你不懂得去苹果嘛 是吧 但是他因为这里不止是那个水分的 还有譬如你割它的时候 你炸掉它的时候 他根据说他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一种这样的状态 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 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叫声 是啊 我想这个就视乎 他自己的植物那些 就是他那条框里面那种生态是怎么样的 有多粗有多幼 那个geometry 即是里面的形状是怎么样去排列 去有关 那为了去研究这件事 科学家们都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 他们引入了人工智能 那个深度学习的技术 来去学一下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憑着他叫声叫成什么 就大约知道他那种健康状态 去到有多严重和多不严重呢 那发觉他们能够 就是透过这个学习 都能够做到这个70%的准成度 就是说他现在能够 放个咪去听一下那些植物 发出的超声波 大约就猜到这个植物 是你要水还是不要水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 基本上如果你听得明白 那些植物的声音的时候 他基本上可以提醒到你 喂 流水了 那就懂得去给水波植物的 就是可以去到这样的 那除了植物本来 那如果譬如说 他叫了一些声音出来的时候 人听不到而已 其他动物听不听得到呢 那就有趣了 其实呢 人听到的范围都有限的 就是如果人听到的范围就是说 20Hz到22000Hz左右 而且这个范围是会随着你年龄去变化的 通常呢 BB仔呢 会听到一些高频一点的声音 就是你在网页搜寻一下 你可以找到一些就是说 只有BB仔才能听到的声音 那你会发觉原来是对应很高频的声音 但是随着我们年纪大 也都说就是说 我们整个耳朵的结构是scale up 所以我们对于不同频率 比较高频率的声音的灵敏度呢 就会低了 但是反过来 我们可能对低频的那些 又会听得多了 但是到了年纪大 那个听觉衰退呢 就是我们整个听的范围又收窄了 太低频就听不到 太高频就听不到 这样 那如果一般来说 超过20万Hz的呢 我们都不是很听到的 但是对于昆虫啊 或者对于其他 你说的海豚这些生物 其实就是高一点的频率 他都听到的 那于是乎在这个演化结果 就有一些很微妙的东西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效应就是说 似乎是有一些的 譬如昆虫啊 我自己暂时估计一些 会是和植物去共存的那些昆虫 就是譬如它说会是彩蜜 彩花粉啊 可能在说蜜蜂啊 或者其他的会帮手带花粉的那些昆虫 或者有一些会吃那些植物本身的一些 其他的动物呢 是不是暴雨了 我不知道 那它们如果有能力去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它对于这个植物本身的生理状态呢 是会有了解的 那它应该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呢 有几好吃有几不好吃的 我估计可以由这个资讯都会知道的 是啊 那大家会不会合起来呢 比如说那些蜜蜂听到那里有蜜啊 那些花就说你来吧 我多做一些给大家有个良性的互动呢 究竟最后良性还是恶性是怎样呢 那我自己就不知道啊 就是很好视乎我的心态是怎样的 最后会不会这种声音 当然你说那个蜜蜂 如果最后会发觉听到吵一点的 那吵一点的植物 就会更加容易接触到那种食物的源头 最后就惹到它们了 那最后就是会不会令到 那种植物它那个再进一步的演化 就是为了规避 就是规避其他的动物去吃了它 那它就要最后就是有利于 一些比较静静的那种的植物呢 或者反过来就是原来 那个吸引到来的动物是帮它繁殖的 帮它传递花粉的 令它传递得更加好的 那最后就令到越来越吵这种植物自己本身 那我想这里就要好个别去看一下 不同的生态环境 它那个的条件 看到不同的物种的活动 我们才能够去讲到它应该要是怎样的演化 那但是整件事本身呢 如果是真的话对于比如农业 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帮助呢 暂时它那个研究的意义 我就没有很仔细地去留意 但是暂时的层面就是都还是在 那些动物和这个植物自己本身的 那个相互作用是怎样的 还有它发出这种声音对于它自己的演化上面 是有利还是不有利 那它自己 就是在一个研究比较后面那里都讲的 就是那个植物自己不只是发出声音的 它甚至乎自己懂得能够接收这种讯号是有反应的 那于是乎就是有蜜蜂来採我的蜜 那它自己会懂得去做一个的反应 那其实呢我自己讲到这里 我有小小印象呢 我们记得都介绍过类似的一个研究就是说 到底植物和植物之间那种相互沟通的机制 是怎样去发生的呢 它似乎就不是说靠传递气味那麽简单 大家想了很多的理论 同一块花在同一个田 就是同一种花在同一个田上面 它似乎有一种很遥拐的作用 它告诉你们有蜜蜂来 还是有蜜蜂来 它们有能力去互相通知的 我们考究会不会是一种遥拐的电磁波作用 它们懂得打无线电 懂得打电话给大家呢 似乎不是 又是不是一种由化学 就是那种物理渗透的作用呢 似乎又不是 因为太慢 那现在讲的就好像有一种 类似神经的讯号 而且中间呢 譬如透过声音去传播呢 可能是其中一个的媒介 就是说在同一块田上面 这朵花和几十米远那朵花呢 它们似乎懂得去互相感应 大家在发生这种事 就不是说有什么魔术在那里背后 但是很可能就是说呢 研究这些藉物的声音呢 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路数呢 来帮我们明白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除了这件事 还有我们都好像讲的那样的 就是那些树为什么不会撞在一起 就是树枝之间不会画 那这个就很有趣的 那跟它的阳光 就是你如果撞在一起 大家都拿不到阳光 那些叶子都生得不好 那这个就很有趣的 这个就是跟它那个 就是谁抢到位置 舍到条纳来去拿阳光有关 那这个就是一种叫做 好像没有沟通过的合作那样 但是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说当它面对有暴食者 或者是有帮它传递繁殖 帮助它繁殖的那些共生的生物来的时候 它们的植物是可以都有一个远距的作用 那这一下就其实很有趣了 是啊 那anyway 我想就算你信不信也好 anyway 就对你养开的植物好些 就是有空去看看它 有空去跟它聊聊天 那对他们的植物是一件好事的 Ok 那你要确定你讲的是超声波 因为他们通常是超声波偷通 是啊 或者找个小孩跟他们偷通 是啊 那我们四节完成了 我们接着回来的就是这个科学回忆路 好 梁锦祥工作室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 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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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